南投仁岸湘的头89线的利息产业道路 也因为梅基台风带来的豪大雨再度崩塌 在头89线23公里处跟49公里处的地方 因为摊方的关系大小车辆是无法通行的 目前的前后已经设置了警戒线 警方也进行了这个道路封闭 禁止民众来通行 而目前工程人员也正在进行清除道路的工作 现在翠华村的连外道路是完全中断的 而例行跟发祥部落则是还可以透过 雌峰产业道路来对外联系 这是中部地区最新的一个道路消息 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